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向前衝 我是王志玉 2012年的生技展正式開羅了 今年的規模是歷年來最大的一次 堪稱是亞太地區最具代表性的生技展 今天就要帶你來聊聊這個正在起飛的產業 未來有什麼新的前景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的來賓 我最後邊第一位是資深分析師顧富仁 富仁哥你好 志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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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蔡玉珍 玉珍姐 志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馬上就要帶你來看看 今天登場的生技展 可以說是規模非常的盛大 我們來看這段VCR 現場問答拿贈品吸引消費者 生技越開跑重頭戲生物科技大展登場 包括衣材 醫美 美容 保健等500家廠商參與 總攤位突破1000大關 預估參展人數超過9萬人 開展第一天現場就擠滿人 不管是最新的生衣器材 或是愛美女性關心的醫美商品 通通大受歡迎 應該就是深化那一塊吧 就是對那一塊比較有興趣 對 好像化妝品也還蠻多 就是新的技術 有新的一些生技的資訊吧 你看現在新市長上有什麼新的東西 生技展越來越受到重視 近10年參加廠商增加近5倍 參觀人數也成長3倍 從民國98年開始 政府大力栽培生計產業 近年來已經逐漸看到成果 目前最受瞩目的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 适用对象将由过去的新药公司 放宽到第二类高阶医疗器材 预估有上百家业者 渴望获得投资减底税额 法人预估相关类股有机会乘胜追及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是今天的生技展 开幕第一天 哇现场已经有蛮多人 想要来看看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那么其实呢 大家一直提到说 生技产业现在真的是正在起飞 每年呢 这商机都感觉好像比前一年 要来的更蓬勃发展 我们先请夫人哥帮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呢最近几年来 这生技展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以最近的生技展 过去五年以来 从2007年从740几家 到目前为止可以看 于是像今年的时候呢 大概已经来到快1000家 其实也看到出来说 其实不是在于 这个所谓摊位数的增加 而是厂商 厂商它其实是缓步增加 注意看 它其实以这个电子厂 搞不好增加率也没那么高 可是重点是 参观的人数 因为参观人数意思就是说 它的重要性是越来越重 就是说全世界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整年去其实因为人口老化 大家都知道 退休潮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那你变成说你在所谓的 照医疗照护 或者是说因为大陆崛起 很多人就出来做做医美疗程 去韩国或来台湾 那你在大陆其实 我们常听到很奇怪 这个打什么针都搞不太清楚 那我们台湾至少还有点保障 因为至少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医疗的规范 其实算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说台湾的医美其实是另外一条路 只是说现在缺乏什么 大型厂商来做一个整点性的整合 但是从这个生计展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在未来的一年里面 可能股价我们看不到反应 因为量能的关系 但是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前景来看 我觉得生计确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性 是 那玉珍姐 其实这个生计不止在我们台湾也这样 应该说全世界现在商机 都是一路往上的 都是一个趋势 一个往上走的趋势 我们先来看一下说整个 这个台湾本身好了 台湾本身的话 其实目前生计公司 大概有1355家左右 所以这次参展的 其实你说加数 摊位数就已经进签对不对 那整个上市柜的部分 你知道光在去年 2011年 它的这个上市柜的加数 就从30家增加到60家 但是就是缺乏一个龙头 因为我们大概就只有 在选举的时候会提到宇昌案 然后大家才知道说 宇昌案原来是一个生计公司 现在是新柜的中域生计 那可是全世界我们来看 其实最近这几年的整个生物科技 我们要看费城半导体的 一些相关的指数 像这里有一个 NBI代表生物科技的指数 你看在三年前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在2009年 就是民国97年 你看那个时候大概也是 大概在600多块左右 那现在呢 这个指数已经来到了将近1500多 所以呢它也涨了就是翻一倍以上 那另外一个也是代表生物科技指数 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的 叫做就很像我们航运股的 BDI指数一样 这个叫BTK指生物科技指数 它也是一样从09年的开始 大概也是大概600多块左右 那现在呢 翻了一倍多 来到1500多 所以呢 从这些相关的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说 整个生物科技是往上走的 那另外呢 台湾最熟悉的是 很多人在做什么 在做一些这个直销里头 像Newskin啊 像贺宝福啊 我想周遭很多朋友 应该都接触过对不对 还有人说我可以拿来瘦身 来推脸 推小脸 来这个去子 那其实我们如果以这几年哦 这个Newskin跟贺宝福的 一个股价走势来看的话 我跟很多朋友就讲说 如果你直接做他的直销 不是用他的产品 但是你也懂得买他的股票的话 那就用零股买的话 其实Newskin跟贺宝福 以他最近这三年的股价来看的话 其实不止一倍 不止我们刚刚看的 那两个指数的一倍 其实大概都是八倍到十倍哦 所以呢 如果你懂得一面做直销 一面也买他的这个 贺宝福跟Newskin的这个股票的话 那我相信呢 可以让你的资产是倍增的 是我们看到了 其实现在整个生计产业 可以说非常的正处于一个 要起飞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那么刚刚玉珍姐跟这个富人 给大家一些数字 光是在国内生计公司 哇 越来越多 可以说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 我们来看看 现在连一些国营事业 都要跨足生计产业 像台盐 台糖 台酒 台肥 黑中油你想得到的 大家都成立了一家生计公司 台盐 你就是大家最记得 就是绿米亚 对 对不对 那个时候镇宝清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 现在也其实很受欢迎 对 他在一直延续到 这个绿米亚是 红到大陆去 很多大陆的人 他的保养品就是指定要绿米亚 对 而且最早记得台盐 那个时候用他的盐 做了一系列 比如说盐来洗头发 对不对 很多人那个时候都洗过 然后还说 头发会长出来 没有泡澡 没有头发会长出来 还有泡澡 对很多这个台盐 那台糖呢 台糖最近也是出了 一系列 而且他有什么胶原蛋白 然后出了什么面膜 然后出什么保养品 这个电视购物也都卖很多 还有险金 对 那是最多的 对险金非常有名 然后台酒 台酒最炫 因为大家知道 以前这个很贵的SK2 对不对 然后就说那个SK2里头 什么Pitera 其实就是酒破 然后台酒他当然有啦 酿酒剩一堆 他就把这个酒破拿来 当做这个保养品 然后拿来当做这个面膜 也卖得很好 台肥我们来看这个 是他开架式的一个品牌 对 也是化妆品 这我用过 你用过 他的品质还不错 对 就说其实这些国营事业 他们跨足生计的时候 其实都会拿给媒体试用看看 结果发现说 这个效果太好了 然后呢 就宣传的效果 结果大家发现说 原来这些国营事业 其实他们在转投资 在生物科技的这个领域 其实都很受欢迎 而且对他们来说 只是投资一小部分 但是利润都很高 对 然后还有中油 你看中油最近也出了生计 那么其实呢 这些国营事业 跨足生计产业 不外乎 他做很多的 像保养品 像一些保健的食品 那么像一些 什么胶原蛋白 还有一些中药相关的 其实应该可以这样来 这个统整他 就是一些 这个食品发酵的技术 他们都有 所以现在来做 富人哥其实 为他们的这个 可以说他们的营收 都有一定的一个注意 对不对 有 其实以财源来讲 他其实是最明显 其实我们可以把台盐 如果说有日线图 可以打出来看 就会很清楚 那其实他在 以台湾来讲的话 他算是已经 非常成熟的 一个所谓的生计公司 那其实你去讲台盐 如果说是 甚至于说很多客户 他们要去买 台盐不错 他们都会有这个意愿 因为其实老实讲 台湾的这些 所谓的上市柜 或者是公营企业 他们在做任何的商品 尤其是生计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认同 因为他是国家 第一个他一定不敢乱做 他有可能包装看起来 比较爽一点 这没办法 因为可能 真的比较爽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说 你就是说去跟那个什么 SK2竞争 SK2你看他包装 那个包装真的是 精致到吓人 对那你再看看 我们台盐的包装 虽然说绿绿码名字很好听 可是你真的仔细看一下 那个包装真的要用年薪那你台糖生计 这个台糖的那个险金理论上也是 那最主要是说 他们是不是可以整合 比如说有哪某某台盐或台糖或台酒 大家出来一起卖 因为他有时候会有资源会重复 或资源浪费 虽然说有时候可能是跟某某人退休 要去哪里做那有关 但是我意思说 以我们产业的长远的发展 以我们台湾的这个所谓国营事业 要让他们变成什么 真正的一个利润中心 我讲利润中心 很多老板都听得懂什么利润中心 可是我们的这个国营企业 好像就把利润中心当作 就是我在写巴结的其中一环 没有很认真看说 这个出去可以赚钱 可以把它变成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 不是那么多公司 为什么都把它赚钱的部门分割出来 它那个是有用意在的 其实我们国营企业也许 不见得你像中油 现在不是炒说要上市 不一定嘛 你把你的中油生计拉出来 当作一个生计的整合中心 我相信以国家品牌来去经营 我觉得对大陆是非常有用 因为我认为大陆这一块市场 真的要好好耕耘 趁着他们的生计都应该是说 他们的道德没有这么高以前 赶快拉住这些客户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看到这个生计产业 大家都想要来分杯根 所以国营事业几乎是一人一家 在国营事业每个人都来成立一家 这个生计公司都开始发展 自己一系列的生计商品 好那么继续我们就要带您看到 如果是推回来谈到 这个生计类股的表现 其实呢在过去的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说每一回 只要出现那种重大事件 生计类股的表现就会很好 我们最早推一推到SARS 那个时候SARS一大堆 那么包括像是除了药 大家最直接也念想药 药之外什么清洁用品啊 做口罩的啊 做医疗器材的 哇那个股价都是一飞冲天 然后2009年那个时候是 这个新流感的疫情 然后再来是超级细菌 哇把他吓死了 还有呢就是最近的情流感 我们要请这夫人哥 带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看到了这个生计类股 好像每一次都要出大事 然后过去他经验就会弹上来 好那其实以这个所谓生计 尤其是说尤其是怎么样 在疫病发生的时候 其实来看一下说 像是这个所谓美无华 他的手势 可以稍微来对一下 这个是他日线他最近 注意看最近台股在破体的过程里面 他也没有再做一个破体的动作 他反而是守在这个所谓的 均价线之上 那你我们再来看说 其实在每一次的疫病发生的时候 一定谁会先动 预防 预防的这一个区块 就是比如说口罩类 或者是清洁用品类 因为其实口罩是最快速 那清洁用品有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肥皂 比如说人家说 这个肥皂大家用过啦 可能不太安全 所以要什么喷雾式的 或者是压的 或者是说 自己会带那个所谓的消毒用 干洗手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因为我们现在人居住环境越越密 然后天气又有时候会很热 或者说你看这个超级细菌是来自哪里 来自于说抗药性 那你变成说你在抗药性 或者像禽流感 禽流感就是鸡感冒 鸟感冒 那鸡跟鸟呢 其实跟我们人的呼吸系统很接近 那他只要感冒 我们虽然体积比较大 可是我们也会加减会受到感染 那你变成说你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大家就会很注重这个医疗 就是所谓的口罩 小孩子出门 我发现到只要有禽流感 对 大家都戴口罩 绝对没有少的 只差没有戴三成 天气太热戴不住 可是一定会戴 那大人可能偷懒不想戴 可是小孩一定戴 可是理论上如果小孩戴 大人也要戴嘛 所以这个是 而且大家都会去什么 扫货 我就觉得很奇怪 预期心理嘛 我觉得他被买光 所以那个情况底下就是说 如果说你手中有像这类型的个股 等它上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微做一个所谓的减码 但是如果说你长期投资 确实是OK 因为不管哪一个场合 其实理论上 口罩类或是消毒类的用品 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气候越来越异常 你还有什么 水灾过后清洁 这些也要上去 是 那玉政姐你来帮我们看一下 其实生剂类股有的时候 他感觉有一个routine的对不对 对 最近他的表现怎么样 其实刚刚夫人哥有提到说 有很多人就是会 比如说随时常备一些 在疾病来临之前先做准备 可是你会发现说 整个生剂医药相关的一些概念 就是我们从刚刚 国外的几个指数来看 其实国内的本身 国内的生剂医药的 这个类股的走势 你就会发现说 你看每次在8月9月10月 就是历年来的状况都一样 八九十三个月 大概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个季节可能是 疾病会比较有可能来临的时候 所以它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几乎每年整个生剂股的重点 都落在大概就是第三季 所以这次才会在第三季 办这个生物科技展 那我是特别帮大家挑出来说 既然它的旺季 它的这个季节是在七八九 就秋季的时候 那可是如果它在前几个月 又很成长不错的 那大家就来看一下 我帮大家挑一些 就是说原来在一到五月 很多生剂它的次产业本身 就还不错的 就你可以观察看看 而且要了解说它是做什么的 你就要像Beatlinch这样子 就是把一个公司 给好好弄清楚 像做药物本身的 比如说南光 它在一到五月的时候 就有成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八 那东洋 东洋本身也是做药的 那另外有一些原料药 就是它本身可能 又医疗院所用的这些 像蓄附跟终生化 可是以前 我们最近在广告上看最多的 葡萄王牛脏脂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葡萄王 好像是感冒药 或是什么一些保健药 那现在竟然发现说 它在这个保健食品方面 做得很不错 那另外五顶的话 是因为你知道 糖尿病的人很多 所有糖尿病的检测的那个四指 跟交给3M代工 就是由它来做 一到五月 它的营收成长 能够来到大概36% 那药雅 药雅这个是标准的 这个医学美容相关的器材 它在一挂牌的时候 就受到相当的瞩目 那因为它中国大陆 所有的医美材料里面 大概它的市场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它也能够在 一到五月的时候 有17.6%的这个成长 另外就是医药通路 那通路里头 加一泰一啦 那另外就是这个盛昌 它的这个营收的成长 看起来是不错的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说 未来第三季是旺季 但是它前面两季就不错的 已经很不错了 那就可以参考一下 是 我们看到生季 现在看起来 比很多的电子业 有赚头的感觉 所以我们来看看 很多的这个电子业的 这些大老板们 现在也都纷纷投入了 生季产业 我们来看有谁 有宣明志 这个最近除了 这个闹小三小四小五之外 他也投资了生季产业 还有郭台铭 王瑞宇 这个给大家知道 这个台速声音嘛 另外连王文阳都投入 我们来请这个 富人哥你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连这个 投资生计产业 他真的是这个利润空间 高于电子产业 确实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留意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 所谓的电子产品传产化 就是说你现在 如果没有网路 你可能会变得起来 没有iPad 你可能会变得起来 没有iPhone 你可能会变得起来 这是必然的趋势 就是说你这个行动装置 已经太普遍了 可是呢 理论上啦 那食衣住行里面 那譬如有谁说 我今天生病不去看医生 小病你可能不会去看啦 你稍微重病一点点 你不去看 你旁边的家人都把你押去 对不对 那你老的时候 你走路 你就知道你的脚是什么样 什么状况 脚弄掉了 对 脚弄掉了 对吧 你是要走 走不去 对吧 这个是事实啊 有的时候我们坐椅子 坐球一点点 或者说 我相信大家都有 你现在脚弄掉了吗 没 没 没 还好 还好 譬如说我们来坐 经济舱 老实讲 你如果坐四个小时以上 不要动 你就会知道 有一些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人口的老化 是世界的大趋势 就是虽然说 我们现在农年出生率有增加 可是毕竟 就是说其他11年 大概都下降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大老板们 他们真的是 这个是大趋势的 可以说马首是瞻 他们已经看到生计产业的发展 对 玉珍姐 你带我们来看看 宣明志他投资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都发现说 你说做半导体 要保三保四非常的辛苦 但是去做这些生物科技 其实有时候是用倍去赚的 毛利他们大概都能够达到 五六十%以上 五六十% 生计的毛利是非常好的 鸿海的毛利才多少 鸿海是保三保四 保到现在又去转投资 夏普赔成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你说像友达好了 友达去年赔掉615亿 如果说他挪一部分 来去做这个生计产业的话 那一定不知道赚了多少钱 那宣明志的话 是因为这阵子大家都知道说 他除了联电副董事长 然后另外就是志源 志源的董事长 可是他以这个科技大亨的角色 为了让自己永保年轻 然后让自己在小三小四小五面前 可以维持青春活力 所以他最近的新的动作 是到这个东莞 他东莞有一个叫做松山湖的高新区 那是跟他的儿子宣长友 那一起募集了大概将近三千到三千万美金 那准备来做整个生计产业 就是整个生计园区 叫生命先锋生计 感觉上是对一些这个年轻啦 创新有一些投入 那郭台铭的话 因为是他的弟弟 就是他最疼爱的这个郭台成 过世之后 其实他不断的花了很多资金 那也捐了这个医疗中心 所以郭台铭在这个部分的付出 其实是不余力 包括他的前妻的林属乳过世 然后让他在生物科技这个产业 非常非常的用心 那另外王瑞宇的话 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说 整个台塑集团里头有长庚生医 那长庚生医的话 除了王瑞宇之外 那大瓜包括了这个台塑集团的女婿 就是杨定一 他呢也研发出很多很多相关的 医疗保健的东西 那原来王永庆先生是他的这个 最好的白老鼠 就是长庚生医的很多东西 王永庆先生都先用 比如说保养品也用用看 保养品啊 还有我们也吃过他的一些 什么儿茶树啦 各方面的保健品 这个产品相当当多 所以他常常出来代言 才会被王文阳说 哎呀你这不像手伤啦 珠光宝气 后来好像哪里都要逗一下 你看王瑞宇投入这个台塑生医很久 王文阳也要来一下 对王文阳其实 他投入生物科技 甚至呢 他办了很多场这个 生物医药大型的讲座 已经连续好几年都 不断的在投入 可是呢 他目前是还没有一个代表座出现 最主要的是他让他的儿子王权仁去参与 所以王权仁现在很多的时间是在新加坡 那新加坡这边是王文阳投资生计产业的一个很大的规划 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企业大老板 那本来都是在做电子产业的 现在呢都要转战这个生计产业 大家就知道 哇这块饼有多大了 大老板往那个地方去 我们要好好来注意一下咯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咯 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带您来看看 这个生计产业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现在呢可以说两岸三地的医学美容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哦 这个医学美容到底要如何发展呢 我们马上回来